小古文 燕子石楚 燕子春秋 海海爸爸之作 正文一读 燕子石楚 燕子石楚 以燕子短 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沿燕子 燕子不入 约石狗国者从狗门入 金城石楚不当从此门入 宾者耕道从大门入 介绍 这次我们要学习的课文 燕子石楚 出自燕子春秋这本古书 燕子是齐国三朝名臣 西汉的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感慨地说 假令燕子而在 于虽未知之之边 所心目焉 在这篇课文里 燕子代表齐国出使楚国 楚国人因为燕子矮小 故意开了个小门来羞辱他 燕子机智地反击 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正文二读 燕子石楚 燕子石楚 以燕子短 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 而沿燕子 燕子不入 约石狗国者从狗门入 金城石楚不当从此门入 冰者更道 从大门入 现代文翻译 燕子代表齐国 出使楚国 楚国人借着燕子 各自矮小 就在大门的旁边 开了一扇小门 而请燕子进城 燕子不肯进去 说 出使狗国的人 才从狗门进去 现在在下出使的是楚国 不应当从这扇门进去 楚国的借贷官员 只好改换了道路 让燕子从大门进去 正文三读 燕子石楚 燕子石楚 以燕子短 楚人为小门 于大门之侧 而沿燕子 燕子不入 约石狗国者从狗门入 金城石楚 不当从此门入 冰者更道 从大门入 快来关注订阅我吧